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探险科幻片《魔窟》 若干年前,一群人听说深山之中的一座教堂下有宝藏 于是便带着炸药去探险 没想到山崩将它们永远地埋在了废墟之下 时至今日,这里才被一群科研人员发现 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个酷哀探险 以杰克兄弟为首的团队 对这个巨大的洞穴进行勘察 一个探险队员先去探路 却突然跟他们失去了联系 大家不怕死地决定一起下去找他 没想到就在所有人都进入地下洞穴后 队员被怪物袭击 所携带的水下设备引起了爆炸 将他们进来的入口给炸掉了 这下谁也别想回去了 而他们所携带的物资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等待救援 一行人只能前进,寻找新的逃生路口 当然他们也没有闲着 很快就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寄生虫 几乎存在于洞穴每个生物的体内 它们会不断吞噬本体的细胞 然后将本体变成洞穴里的特殊生物 眼前的这些怪物 就是若干年前被埋葬的探险家 很不幸杰克就在探路的时候 被洞穴里的怪物抓伤了 被寄生虫感染的它 是只能够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各方面的能力都迅速增强 在寻找出口的过程中 几名队员陆陆续续地丧命 而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两个选择 一个水路,一个岩壁 捷克让大家攀岩 但此时有的人认为 捷克已经不适合领导大家 没人知道他的心智是否已经被寄生虫感染 会不会害死所有人 于是便分成两路 相信捷克的人跟他一起攀岩 发现了一个地下溶洞 这里有一个通往外面的出口 而另一队人则因为决策失误 遭到了怪物的突袭 只有女科学家被及时赶到的队员救了下来 他们如今需要潜水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是氧气瓶不够 于是捷克牺牲了自己 去从怪物的手里拿到了氧气瓶 扔给了弟弟 让弟弟带着剩下的两名队员逃出升天 为了这场探险 牺牲的人命真的太多了 回到城市生活后 一切乘归平静 没想到的是 女科学家的手上却有一道抓痕 那是在洞穴里留下的伤口 她的眼睛也发生了变异 寄生虫已经在她的体内生长了 而她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完美地遵循了恐怖电影的标准结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具材科幻定 小启家吧